我本年很榮幸能演论第三次 也感谢我们团队 我们正式中部屋主导 还有我们学会同联 都来学术帮忙 也感谢我们填写这么多年来 参政院理事长 还有我们蔡成辉理事长 也支持我 尤其蔡成辉的论内 特别栽培我来进行亚洲田征总会的独立理事 特别关心我 后来参政院理事长也特别栽培我 很顺利的三连霸 未来这个三连霸对我们台湾的田征发展很重要 为什么 我们可以承办很多亚洲的赛事 亚洲的赛事已经把亚洲总会与世卫通过 那我们曾经办过2014亚洲青年田征主标赛 2017年的亚洲大奖赛 就提升我们台湾在亚洲 在世界的能见度非常好 所以我继续能担任亚洲田征总会独立理事 未来我们田征协会 在亚洲可以争取到很多赛事 在我们台湾 尤其我们的目标就是2023年亚洲田征锦标赛 我们要争取在我们台北 这是我们台湾年的写下 台湾的田征时 我未来也跟我们亚洲田征总会 国际田征总会也特别密集来联络 我最后也特别感谢我们教育部提议室 尤其我这次改选 我们高市长特别关注 特别关心我 叫一定要努力的争取年任 才能对我们台湾的田征有所帮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